奶奶宠孙子 引发婆媳大争论 你说这孩子 看平板玩手机 他本来都上瘾 他还给他买什么投影仪 都把孩子惯得不像样了 他们整天都是忙 你说我也不会教 孩子他既然真的喜欢 还能学东西 为啥不能买呀 双方各执几届 矛盾一触即发 你买这个不三不四的东西 有啥用啊 纯粹浪费钱 小气又远 好多家长都在买 都说好 哎 我哄孙子还得说事呢 是吧 刚才看到这一幕 已经是五年前的事情了 当初赵奶奶给小孙子 买了一套故事光早教投影仪 本想让孩子多学点知识 开发些智力 不了却因为观念不同 竟引起了儿媳妇的极力反对 但妈妈的眼力 压制不出孩子爱看动画的天性 无奈之下 赵奶奶就背着儿媳妇 偷偷地给小孙子 看故事光里的早教动画 谁料没多久 都督地言行举止 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大变化 这彻底改变了妈妈 对故事光的看法 就有一天我回家一进门 这孩子又是给我拿拖鞋 又是端水喝的 那简直就像变了个人一样 就发现眼睛过去明显不一样了 后来我还发现 她也能自己穿衣服 刷牙的时候 牙膏也是自己挤的 她每次洗完脸呢 她还把那个毛巾就是 凝干挂好 她之前玩的那些玩具呀 书籍地上扔的是乱七八糟的 都不能看啊 现在她自己收拾的也是井井有条了 现在呢 她这个单词都能认识到二百多个 那汉字呢 也能认识到有一千多个吧 像一般的什么儿童故事书呢 她自己也就能看了 这后来我才知道啊 她是看故事光学的 如今五年过去了 都督仍在使用这套故事光投影仪 那她现在情况究竟怎么样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你看 这是我家孩子作文竞赛的一等奖 这是三好学生 这是英语口语比赛的一等奖 你看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奖项 而且她现在的综合成绩 在班里就没有下过前三 说实话 我真的很感谢故事光 她平时作文写得好 就是因为她从小看故事光 学会了很多汉字 养成了爱看书的习惯 平时看书多了 好词好剧 都能随手念来 积累的素材也多 而且她英语好 也是因为她从小就跟故事光 学单词 学口语 基础打得牢 那平时她还特别喜欢数学 也是因为她从小就跟故事光 学算术分不开 其实现在想想 这动画片孩子都爱看 为什么不让她看 于教于乐 有教育意义的呢 故事光造教头影仪 正是依据孩子爱看动画的天性 把系统造教知识和智力开花课程 巧妙地融入到 有趣的故事情景当中 牢牢吸引孩子的注意力 让孩子在轻松快乐的氛围里 学汉字 学数学 学英语 学得快 记得牢 他涵盖 英汉教学 天文地理 诗词博学 成语典故 等等海量内容 非常适合幼小阶段 凌智12岁孩子观看 故事观还包含了 性格培养 演讲口才 思维训练等各种才艺课程 而且还配套了 小学一到六年级的 语文 数学 英语同步课程 你看这课堂上没听懂的 在家随时都能学 你看我家嘟嘟现在 这几年的变化 我可是亲眼见证的 我家现在小宝也能跟上用了 我一定不也要 让他坚持用下去 如果您的孩子 正处于一到六岁 有任性 爱哭闹 谈玩不讲理 十字少 不砍书 马虎粗心等现象 如果您的孩子 正处于六到十二岁 有学习 没兴趣 作文不会写 单词记不住 上课开小差 作业拖拉 也请立刻拨打我们的热线 故事光上市五周年之际 变现全国招募 五千个体验名额 适用三十天没效过 您花多少钱 春宁多少钱 前五十名打击电话 更有价值 两千九百八十人的 六小衔接 小学同步课程 付收一分钱 免费送给您 名额有限 四传机制 轻矿大家长 抓紧时间报名体验 你看刚送到家 孩子就用上了 学得可起劲了 一台故事光啊 从幼儿园到小学 课程啊全有了 还配有各科在一起辅导 买一台啊 能用七八年呢 体验兴趣吧 可花贩太多了 五年前不到五岁 跟顾时光认识一千多个汉字 三百多个英语单词的小朵朵 现在一上重点小学四年级 各科成绩经常考满分 五年前 性格内向 爬见陌生人的依依 从小爱看顾时光 现在性都活泼开朗 唱歌 跳舞 演讲 样样娴熟 成绩优异 全面发展 她 她 还有她 顾时光 已让全国数十万孩子受益 妈妈给小新宇买回来了故事光 既能透宽孩子的知识面 又能陪孩子学英语 练对话 要是早一点知道有故事光啊 新宇都不会耽搁这么久 你看 过去总说自己工作忙 没有时间照顾孩子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自己不伤心 你看现在给新宇买了故事光 英语 语文 她全都是自个儿学的 一到家拿出来都看 根本都不用一起督促的 而且自己学的可带劲了 我觉得吧 作为家长 你工作再忙 你也不能耽误孩子学习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孩子 有一个故事光 从小学起嘛 而且是越早越好 升级了 全新升级了 采用更先进的低流明 高清视频投射技术 投影画面清晰 更适合小朋友观看 增加海料深度有趣的 动画教学内容 开发高智商 肥养高情商 养成好习惯 塑造好性格 升级配套小学 各个同步小学课程 专业老师在线教学 视频面对面答疑解误 解决孩子上课没听懂 可否门人教的难题 如果您的孩子 正处于一到六岁 有任性 爱哭闹 贪玩不讲理 十字少 不砍书 马虎粗心等现象 如果您的孩子 正处于六到十二岁 有学习 没兴趣 作文不会写 单词记不住 上课开小差 作业拖拉 也请立刻拨打我们的热线 顾时光上市五周年之际 面向全国招募 五千个体验名额 试用三十天没效果 赢花多少钱 退免多少钱 前五十名打击电话 更有价值 两千九百八十人的 六小先接 小学同步课程 付出一分钱 免费送给您 名额有限 送完机制 轻逛大家长 抓紧时间 报名体验 顾时光是一套非常成熟的早教教材 并兼容了幼小衔接 以及小学阶段的教育内容 所以特别适合 0至12岁的孩子来学习观看 一方面 它采用的是 余教娱乐的动画片的教学形式 所以小朋友特别爱看 容易介绍 二是它里面有很多习惯养成 和性格塑造的教学内容 对孩子情商智商 性格习惯 都会进行系统的培养 三是它的内容非常的全面 几乎涵盖了小学阶段的各科的知识 像这种启蒙教育 能激发出孩子浓厚的学习兴趣 使每一位孩子在将来的学习当中 发挥更大的优势 原来买的玩具 玩不上三天就不感兴趣了 这个故事光里的故事 内容特别的丰富 而且还挺新颖的 我们看了有几个月了 现在越来越爱看了 我的小孙女跟着故事光学到了好多知识 也改掉了不少小毛病 现在变得特别懂事 儿子儿媳妇都说我 这个买得太好了 这故事光还配套了小学阶段的各科同步教材 这些老师平时咱见都见不着 现在一对一给咱孩子辅导 你说学期能差吗 看这孩子他不到六岁呢 英语都能连成串的说了 比邻居家的孩子抱着英语兴趣班啊 学得都好 不管是唱歌跳舞 他样样都会 平时啊 我教他实时他都学会 现在跟着这个故事光学 他一直就学会了 你说这怪不怪 全是以孩子喜欢的动画方式教孩子 孩子能不喜欢吗 重要的是啊 他光源是反射到墙上面的 不会伤害到孩子的眼睛 这家我省心我也放学着 打到天花板可以看 打到墙面可以看 打到桌面也可以看 打到你家里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看 还能随时随地拿在手上出门携带看 故事光造教投影仪 正是一句孩子爱看动画的天性 把系统造教知识和智力开发课程 巧妙地融入到有趣的故事情景当中 牢牢吸引孩子的注意力 让孩子在轻松快乐的氛围里 学汉字 学数学 学英语 学得快 记得牢 他涵盖 英汉教学 天文地理 诗词博学 成语典故等等海量内容 非常适合幼小阶段 您至12岁孩子观看 如果您的孩子正处于1到6岁 有任性 爱哭闹 贪玩不讲理 十字少 不砍书 马虎粗心等现象 如果您的孩子正处于6到12岁 有学习 没兴趣 作文不会写 单词记不住 上课开小差 作业拖拉 也请立刻拨打我们的热线